独处之事需谨慎 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就容易起不好地念 放纵自己的五欲 有人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有所约束 有所惧怕 没人的时候 各种念头都起来了 贪着自己喜欢的各种财色名识税 这也是众生的一种习气 跟人相处的时候 容易引发善心 良心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就很容易为自己着想 内心里面的贪欲就蠢蠢欲动了 如果你独居阴危之处的时候 仍然能够做到 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欺 欺人 欺天的行为 那真是得到了 修成就了 说明你内心里面 所有的私心 贪欲 都修没了 修得很干净 其实我们打坐就是独处 打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很容易翻出来各种各样的妄想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通过如理座椅去观修 去转念 就消夜了 慢慢的时间久了 我们就能发起大菩提心 升起智慧来了 所以我们要多打坐 坐在那里往里观自己的起心动念 很容易就能观察到自己的问题 这种修行方法进步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